这个鸭鸭 搞得好慢 看起来还这么大样子 现在自由了 喂一些甲鱼 那这鸭子怎么躲得了 这是叉咪咪吗 咳咳咳 啰嗦 这甲鱼吃的 甲鱼要脚就来了 把甲鱼扶起来了 肤 Rusia 欢迎她 stos好转 самые小的 咳咳咳 8月9日 大家好 大家好,咱们一早先把鸭喂了 昨天咱们的鸭子不是又出现有几只糖板板的吗 我估计是中暑 昨天咱们晚上又拌了两包这个 给它做防腐,这个一定到位 不然一天几只一天几只 时间长了算下来有事算 走 先把它放下去 刚刚看那个土牛也要快到路口 到路口来,我要把它转移到鱼中再一块去 到鱼塘这边来了 你看鸭子都在污算了 老六来了 给它们加料 明天老六来了 我这堵了一个那个水 慢到这边了 不然昨天这里都干的 不要,不要,不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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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概就有两只哈 再换毛 哇靠,这样看 看起来好多 啊,就再长大了 就瞪着老六耶,就再长大了 寻一下糖 啊,你干嘛 这只鸭子这么小啊 吃点东西 啊 你不吃 等下那个鹅也要把你捉走 滚起啊 看一下有没有糖版本的 你看它在吃 嗯 好吃 吃的 看一下这个四周啊 这东西如果发现 躺下的鸭子 你没捡到啊 也会有影响 对吧 也会有影响 一时间发现 赶紧吐了 我要等它这个生日七七 生日七七 咱们又不 不愿意动,是吧 蹦住蹦住的 哎,现在想 每天过来都要走 今天还好啊 今天 难道 该躺下的都躺下 那就弱了 哑哑哑哑 哑哑 还有两天防复 还有两天防复的话 鸭鸭应该可以吃玉米了 再吃饲料下去的话 一定给它三包吃都不够 我们不让它快速打 反正离过年还早 还几个月了 我估计给玉米给它吃的时候 一天两包都吃不完 因为玉米甜肚子一些 吃在肚子里面充实一点 我怎么会鸡啊 他们才要给它吃饲料的话 我估计没必要 就偶尔做一下防腐 肯定后期还要做防腐 两天给你们慢慢换 这么大的不可以吃玉米了 鸭子班可以吗 可以说个可以 给老六一个意见 应该可以 像以前家里养这个几十只 这么大鸭子都在田地捉果子吃去了 可是现在还没吃习惯 要慢慢浇 第一天肯定要浇 倒点饲料 倒点玉米 让它吃习惯 吃饱了的都下糖了 你看看 吃饱了的都到鱼堂去 那看一下料 看一下有没有都吃到胃 只要都吃到胃了 就没有问题 吃完这三天 我相信这些鸭子 都会 长势又快 精神又起来了 吃饱了没 吃饱就出来 等下把你忘了太阳一晒 就晒死 吃饱一坨在里面 走 你喝水 你要到这里喝 到这里喝 水沟刚流下来的水 这里喝 这里喝水的水比较清澈 那咱们就撤了 这一早鸭子就喂完了 再上去看下牛 因为那些土牛在这个路最下端来的 我怕它等下又放下来的 把它赶上去等它跟那些牛在一起去 每天有豆渣 调肉也比较好 走走走 好 好 好